好了 大家晚上好 今次我想跟大家分享些甚麼菜式 今晚吃齋 甚麼齋 突然間見到菜凍 好日都不見 這麼齊全 這些雜菌 所以今天這道菜 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 蠔油雜菌 有些甚麼呢 我先開火 老爐沒有辦法 拿開鑊去起火 先燒一燒鑊 燒鑊這個過程是一定要的 所有炒菜煎菜都是的 差在燒多久 燒到有多紅 材料當然是雜菌 這個很豐富 有蟲草花 有粟米芯 有瘦珍菇 沒有瘦珍菇 雞腿菇 鮮冬菇 金針菇 珍珠菇 等等 都不是太貴 最貴的是蟲草花 為甚麼呢 因為那些是乾的蟲草花 就浸起它 其他鮮的 我記得好像是30元 又不是太貴 現在今時今日 30元做一大盤的雜菌 都很困難 OK 繼續燒 不要理它 這樣呢 這個就是非宗教的齋 所以我可以用蒜頭 可以用薑 OK 如果真是宗教的 就不可以加蒜頭 大家應該知道 知道行規 好了 就這麼多了 沒有了 這樣就 做一瓶蠔油 我很想擺脫這個牌子 但 它的蠔油又挺好的 即是舊裝來計 其他那些就浪費 好了 這樣就燒到很紅 這個時候我們加少少油 OK 那加油 大家記不記得 薑蒜那樣東西先 我給你3秒鐘 你猜一下 1 2 3 猜到嗎 當然是先下薑 那看過我的 即是看我的影片 都知道了 這樣就 先下薑的原因 就是因為薑內熱 受熱程度高 沒有那麼容易煎焦 而且你先下薑 就可以讓薑稍為出味 然後再放蒜頭 千萬不要把薑和蒜一起放 這個是有一點點分別的 我經常都說 你煮食好不好吃呢 是靠那一瞬間 好了 現在收回小火 因為我要炒醬 帶份蠔油燜菜 或者醬炒菜 記住 炒醬是很重要的 我現在關小火 因為鮮頭很高溫 這些蒜頭 隨便爆一下就可以了 OK 好 接著之後 現在我就下蠔油了 大概這裡 因為主要調味都是蠔油 這裡大概下兩湯匙左右 這個炒醬的過程 也是很重要的 很多的家廚 他們下了薑蒜之後 就會直接下料炒 然後才下蠔油炒 我不可以說錯 但如果大家想好吃一點 就一定是下了蠔油炒 才下料炒 這個是炆菜的秘訣 在很多影片的炆菜 都是這個程序 為什麼呢 因為那些醬油和醬料 經過這樣低小火炒一炒 炒乾水 就有一種叫做什麼 焦糖化的現象 提前給它焦糖化 這個過程 這個效應就很厲害了 人類上 人類在味覺上面 主要有兩種情況 會令到它食肉大增 一種叫焦糖化 一種是什麼 另一種 記不記得嗎 我經常說的 梅立反應 但如果在炆菜上面 我們要求焦糖化 不是梅立反應 之後快炒才是梅立反應 好了 現在可以了 蠔油很香 接著再放些蕉下去炒 你炒完醬之後 基本上現在是不用炒的了 真的 不是開玩笑 有些人說我 你炒我薑也 十幾分鐘 有沒有搞錯 就是這個就是好吃與不好吃的分別 就是這麼簡單 你可以不跟的 沒有所謂 對不對 好 現在開大火 現在可以 下水 大概是 大概800cc OK 一直用大火 現在呢 我就不會去 去攪拌它些什麼 不過有一個 我一定會下的 大家猜到是什麼 可能有人猜到 沒有錯了 沒有錯了 什麼 冰糖 大概 平時下的這個 份量的大概是 接近兩顆方糖 OK 因為冰糖它大小不一 很難去判斷 這個時候 我們呢 就放了冰糖 下去了 然後放什麼呢 放酒 這個就是燜菇類 比較特別的調味方式 好 放酒下去 搞定 然後怎樣 然後呢 我們就可以上鍋蓋了 好 連煮 帶燜 現在還沒滾 是不是 計算滾的溫度 直接 給它20分鐘 好 20分鐘 OK 現在開始計時了 20分鐘之後 我們揭這個鍋蓋 看看它會變成怎樣 好 OK 中氧了 夠中了 看看結果如何 嘩 嘩 剛剛好 收水收到 好了 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開始 有少少調味 因為呢 那些水好像差一點 少少 所以我先加少少水 輕輕的 幾十cc就可以了 等它冷卻 不要繼續滾 好 跟著 然後呢 我們放什麼呢 就是調味 這個時候就調味了 最後 放大概三分一匙鹽 跟著然後呢 輕輕少少雞粉 這個呢 就不是 震災來的 應該是這樣說 是酥食 OK 那 醬油那裡 生抽 就 兩茶匙 跟著 上少少的老抽 上色 這樣就完事了 是不是很簡單呢 這個素食 今天我黏起一條根 為什麼要做這些呢 因為呢 我見到 街市有的雜粉 好嗎 OK 這樣就收火了 那就記住了 大家如果是素食的話 這個菜是不錯的 大家見到的 我的調味很簡單 OK 那些醬汁呢 就隨便它了 等我一會兒 有時候 即是我們 家廚 是 街市見到什麼 就做什麼 就不一定說 又是那種 中式鍋頂住 等我一會兒 唯有呢 就是 拿開一點點 即是我們家廚 就真的去街市 見到什麼 就吃什麼 有時候呢 我們真的是熟 對著街市 大家說 是不是 都不知道吃什麼好 今晚吃什麼菜呢 這樣 因為我女兒 就 吃菜 就比較厲害 我兒子呢 就相反 就吃這個 即是吃肉獸來的 他就是 不過呢 現在都被我搞到他 即是 你做菜這麼好吃 我也會吃的 就是這樣 因為不是真齋 我沒有宗教的背景 所以我就放一點點蔥花 即是 藥量是 點綴一下 好了 現在做個 cold shot 然後呢 就總結了 這個菜 真的 非常簡單 OK 好 這樣 賣相 好嗎 有沒有吃肉 這個呢 就是 蠔油燜雜菌 主要 大家都見到我的 炒法呢 就跟一般家廚 完全是不一樣的 那我不敢說 我是不是專業 但是我必須要總結一件事 就是 大凡炆 炒醬是最重要的 你炒醬 你炒得不好 你炆什麼都不好吃的 OK 行不行 這個是第一點 第二呢 就是 我們要 這個蠔油要下去的時候 要炒到它 大家要分辨 你就這樣 下蠔油呢 它就有蠔油味 沒錯 不過它沒有那種香味 那我們怎樣去提升它的香味呢 我們就要提前製造一個叫做 焦糖化的現象 就是炒到那些醬呢 那些蠔油呢 就有一點點焦焦焦的 大家只要做個實驗就知道了 你這樣炒完之後呢 有一點點輕輕焦焦的的效果的時候呢 你馬上聞那個蠔油呢 那種香味 是跟你就這樣下蠔油 是兩件事來的 OK 行不行 所以呢 大家要記住啦 炒醬呢 是燜菜裡面的重中之重 尤其是 基本上菇那些東西沒有味的嘛 你怎樣上味呢 就是要靠那種炒醬 其餘那些 你放滾水下去 就這樣煮熟它就可以了 OK 行不行 這樣 基本上就是這樣 這個菜很簡單的 純粹是一種概念 純粹是 再重溫一下 我們怎樣去炆 怎樣去打醬 概念 行不行 煮完這道菜 我還有下一道的 OK 先看著吧 拜拜